又圆中超越 这游戏法师讲的 持明一心不乱者应也 这都从这个弥陀经上说的 那圆中超是弥陀经的主体 持明一心不乱 对于你 对于念者 越形成而为引语 真正念到一念 此一念之力了 又复活之功 或是烦恼 这一念的 他的力量能够辅助烦恼 临终 门祖师大德所谓的 不怕念起 只怕觉知 念头起是什么 是你的习气 你是凡夫啊 如果不起念头 你不是凡人了 你说佛大菩萨再来 才不会有念头啊 凡夫哪有没念头的呢 所以念头起灭 是个正常的事情 不怕 怕的是什么 怕的是不觉 不觉的时候 一个念头 一个念头生 那就不好了 那念头只能够才生 第二个念头 第二个念就是换成阿弥陀佛 换得快 马上就把它换成阿弥陀佛 所以阿弥陀佛什么时候念 有念起来你就换 没念起来的时候可以不换 用它来把念头扶住 不让它继续发作 得用这功夫啊 有念的时候压它的扶住 没有念头的时候 防止它让它不发 念佛功是纯熟了 叫功夫成片 功夫成片这个力量 服烦恼 要是一心呢 一心是烦恼化解了 一心的力量就更大了 四一心 他的定力相当于阿弥陀佛 见死烦恼断了 沉沙无名 扶住了 理议性不乱的时候 那这是三种烦恼 统统断掉了 第一身什么境界 原教粗诸菩萨境界 跟禅宗明信 见信 见信称佛 是同一个等级 立业性 那是真的 转烦恼为菩提了 王神西方极乐世界 在我们这里讲 他上平上身 那四一心不乱 那四一心不乱 四一心不乱是中平上身 中北往生 不在凡神同居徒 凡神同居徒是这个地方所讲的 意念之力 福祸 把烦恼付出 未断 这是身同居徒 所以临终 临终正念 就是临终只有佛好 没有杂念 临终决定是阿弥陀佛 自然现实 可见的功夫念的书 已经养成习惯 在这个关头上 不起杂念 只有阿弥陀佛出现 必定往生前途